我們想問一下 你發給小李 在前面嗎 政治的問題 都不要問我 因為 我現在什麼職位都沒有 所以 不要問我 是不是有 分區的 沒關係 小心 小心 車子在那邊 這邊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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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後面有車子 小心 你發給小李 發給小李 在前面嗎 政治的問題 都不要問我 因為 我現在什麼職位都沒有 所以 不要問我 好不好 有分區的 沒關係 沒關係 余天文委員 是一個 大器的立委 而且是前輩 大家知道說他 不管是公務商家裡面 這幾年會比較忙 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我覺得 可能大家捕風捉影 但是 余天委員 我相信他提西後進的心 跟愛護民進黨的心 跟希望說在 三重這個地區 讓年輕後輩繼續連任 這樣的一個 意志力跟他的方向 我認為是不需要去懷疑的 有時候他可能也忙 而且余天是需要到處 全國服選的 他的責任區 也不是在三重 我相信余天委員 是很有責任感 而且很開朗的人 這一點我覺得大家 不用太多顧慮 了解應該是余天委員 他本來就是新北的這個禁種 裡面的重要操盤的人 應該是說他身體健康 有一些狀況 跟部分區提名與否 其實我們部分區提名 到現在已經多久了 超過一兩個月 你怎麼再問這個老問題呢 他應該是身體健康的關係 我想余天余大哥 他是民黨服選 非常重要的資產 所以 雖然沒有列在部分區名單當中 但是余天大哥 還是私底下都有在幫忙 這些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也感謝他 他透過他的一些影響力 知名度 其實幫了很多忙 我們覺得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